今天,是历史的选择。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,一夜之间全部转正。今天,这个至暗的日子,是每一位海思的平凡儿女成为时代英雄的日子。 5月17日凌晨,华为海思总裁发出至员工的一封信。当天这封信在网络热传,引发网友的强烈点赞,如潮好评,为华为的前瞻信点赞。这就和老一辈科学家研究从无到有的历程一样,加油,这封信。 是华为方面对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公司及其70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后的回应。在有人以为这是华为的噩梦时,华为却早就未雨绸缪。如信所言,华为多年前做出极限生存的假设,预计有一天,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,而华为仍将持续为客户服务。 他们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,属千海四儿女。走上了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,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。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,这些研究成果却能获见天日。让华为不被卡脖子,能够在极限施压下挺直几辆。奋力前行,令人敢配,更发人思考。 华为这一招,看似一步贤奇。关键时刻却顶大用,深刻表明一个有远大暴富又有战略远见的企业。 往往具备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,具备一种从最坏处准备。 向最好处努力的底线思维,具备一种勇于攻坚克难,攀登险峰的英雄气概。 具备一种坚忍不拔,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。归根到底,就是一种一往无前,是不可挡的追梦精神。 企业如此,国家如此,人民如此。在一定意义上说,华为是一面镜子,也是一个标杆。 新中国成立以来,有多少风雨坎坷,有多少艰难险阻。 从抗美援朝,到酒吧抗洪。再到汶川抗震救灾,面对各种困难,风险和挑战。 倘若中国人民没有那么一种忧患意识,底线思维,英雄气概,精神力量。 我们又如何能踏平坎坷成大道,斗霸艰险又出发。 即便在我们迎来民族复兴光明前景的今天,中国人民亦深知。 清白礼者半久时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绝不是轻轻松松,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,必须付出更为艰巨,更为艰苦的努力。 但不管前进道路上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挑战。 中国人民内心里都激荡着那每一种骨气,底气与硬气,都会表现出一种沉着冷静,从容淡定的姿态。 原因就在于,中华民族积蓄了无比强大的能量。 中国人民保战了敢于战风抖浪的精气神。 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我们追求美好生活,实现伟大梦想的步伐。 贸易战没有赢家,中国不想打,但也不怕打。 面对中美经贸摩擦,为什么中国不怕? 这不单是因为我们对最坏的结果早有预判,早有准备。 不单是因为我们这些年坚持转变发展方式,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。 不单是因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,我国经济承压抗风险能力增强。 更是因为中国人民在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时,总是爆发出惊人的万众一心,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,心往一处想,静往一处使。 不让任何障碍阻挡了我们追梦的脚步,不让任何力量打乱了我们注梦的节奏。 古人云,人之命在元气,国之命在人心,成灾思炎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